罹難者的家屬都十分的悲痛 鎮駕駛張國剛今年50歲 飛行時數有3000多小時 副駕駛林義祺也有2000多小時 而且昨天才剛剛過48歲的生日 氣象戰的工友陳文中 他平日示親自笑 他的家人還不敢讓高齡的祖母 知道這個噩耗 林義祺的父親難過的說不出話來 兒子才剛過完生日 如今卻仍是一非 太太坐在客廳 顏面痛哭 無法接受丈夫離開的事實 林義祺陸軍官校的同學 紛紛在臉書上留言 寫下再也聽不到他開朗的笑聲 祝福他一路好走 一個女兒 她有時候說她要用走的 如果你知道做這個問題出來 做第二趟 她還有第三趟 東西要補給的 補給要三間 所以原本其實可以不要坐上這一班飛機 應該 那種人的拍文 不敢讓阿嬤知道 我還是沒有辦法相信這個事實 因為平時執行勤務可以用步行方式 結果16號卻選擇搭乘直升機 氣象站員工陳文中執行第二趟運捕後 就在飛行過程中不幸失事 讓人感嘆人生無常 氣象局局長辛載琴也立刻前往南投 慰問陳文中家屬 一直在玉山的所有工作同仁 都有這種了解 就是說他們在偏遠的地方 那有任何周邊發生的事情 他們都非常主動去做幫忙 跟做協助 所以在玉山站的同仁 基本上都有這種認知跟精神 我想是非常可配的 這架失事的BK11拐 死亡的正駕駛為張國剛 畢業於日本晨熙大學 飛行時數3000多小時才剛滿50歲 中心航空服務24年 副駕駛林義騎曾經待過空銷隊 在中心航空服務14年 也有2000多小時的飛行時數 兩人皆有豐富的飛行經驗 另外一名則是氣象站人員 今年46歲在玉山觀測站任職14年 出生在阿里山非常熱愛大自然 中心航空目前都已經協助家屬 處理後續撫恤問題 盡快的協助家屬 這樣是把這事情把它處理 因為我們也很傷心 也很被痛來處理這個事情 公司會很深深地重視這個事情 站駕駛家屬第一時間 趕到中心航空非常哀傷 情況萬里的玉山 卻發生意外 叫家屬如何接受這被痛的事實 郵電TV綜合報導